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 他一年半了嘛 你累吗 就从你上场到现在 看着这个词 用了已经一箩筐了 你看着他干嘛呀 那我就是因为在乎他呀 在乎他什么呀 他又不在乎你 你看着他干嘛呀 那我就想让他跟我在一起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没办法呀 所以你就看着是吗 他一朋友正好在那上班嘛 后来他回来就跟我吵架 说我怎么怎么着 我是纳闷呢 然后他一说 说好嘛 我也懒得跟他吵 你说我在那天天干活干得好好的 没想到被人监视着还 我也挺生气 好嘛 我一生气这回 他皮肌哥拿去压出走了 那我也不是想让你在乎一下我吗 我当然在乎啊 后来压出走我也没办法嘛 我就过去哄说 别闹了回家吧 他呢就说 这活你赶紧辞了 你也不辞我不回去 那我没办法 后来我就把这活给辞了 好说代说给哄回来了 那后来过一段时间吧 他也挺忙 还天天上班 完了那时候我课少也挺闲的 那时候不时机玩桌游吗 就没事 朋友给我打电话 叫我出去玩个桌游啥的 那这事他也管 我真的就觉得管得宽 我管哪儿宽了 你确实你玩桌游 你把我生日都忘了 我难道就不应该管一下吗 我今天我都给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在哪天过生日 咱们都计划好了 要去哪儿吃饭 然后要送我个什么礼物 就为了好好过这个生日 我就连中午饭都没有吃 然后就把那天任务量我 然后我就给完成 结果我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在家 然后你还跟朋友在玩游戏啊 那我怎么想啊 我那天我没想到 你那么早回来 你说你平常八九点下班 再说我 我给你准备蛋糕了 那你准备蛋糕了 你 不过晚上回来哄你多半天啊 那你最后不是还是走了吗 那我为啥走啊 你咋跟我说 那我哪知道 我半天不管用 说啥 说以后别碰这东西了 有必要吗 大不了以后少玩会呗 行吧 还有什么事啊 生日不给过 玩桌游 还喜欢玩什么呀 他 然后他也总出去旅游 旅游你跟他一起去呗 那我也想去啊 我第一年没有年假 前一段时间六月份 五六月份跟我玩 一特别好学长 他说毕业了 想出去穷游一下 当时我觉得倍儿新鲜 我就特别想跟他去 回家跟他商量 死活不同意 死活不同意咋的呢 又离家出走 当时我也特来气 我朋友那边我都说好了 票也买了 东西也准备好了 那我想去 你家出走 后来去没去啊 去了 他离家出走 也就上朋友那打一辆 后来回去了 我这不是就出去了吗 我出门了 我前天刚走 第二天给我打电话 说你赶紧回来 你不回来 我就把那什么游戏全删了 我琢磨着你也不玩 你知道怎么弄呢 我没放在心上 后来过两天啊 就我一哥们儿 就是我总接他账号玩 反正他跟我说 说你看看你那个游戏 是不是出啥问题了 反正我一上游戏好吗 里边东西全没了 你说我正在外边玩了 出这么档的事 哎呀 火鸡火鸟赶回来了吧 反正我就问他 我说我这游戏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弄的 结果他倍不满意 跟我大吵一架 最后弄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都 那我为什么跟你吵呀 那我说好了 我不让你去了吗 结果你又去了 我离家出走 我吓唬到你了吗 你不是还是去了吗 对吧 你现在回来第一件事 你都是质问我游戏的事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 你没有带我去 然后我就一天工作 累死累活的 结果你出去旅游去了 然后回来你第一件事 问我游戏的事 到底是游戏重要 还是我重要 我是真不知道了 这不是谁 重复不重要的事 你看你说你也不玩游戏 你不知道 那里边装备人物 都是我慢慢 攒起来打起来的 那我投入精力了 你不懂 你不要乱动 说闪 夸就闪了 那我问了还不行 那你回来给我一顿臭吧 你尿我怎么想 对吧 那游戏又不是恢复不了了 人物还可以再重新玩回来了呀 我着急啊 你说在外面玩 好好出这么党的事 说我跟朋友那边也过不去 我也说不好 我自个还着急上火 我问 我就问两句 那边 真的 你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